從這個地方開始 成年為成年 當然這個我是建議你會自己寫是最好 但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這個TrugPT其實說真的 它也可以幫忙 那比如說你這邊我有寫一個 那很簡單嘛 這一段 可是我懶得打 我就拿這個 請幫我怎麼樣 寫一個拍檔程式 或者寫拍檔程式就好了 你不用講那麼多 反正開頭就是我要幹嘛 主要的目的就是寫一個拍檔程式 或者你更簡單就是幫我寫也可以 幫我寫拍檔程式不用也沒關係 反正我後來發現可以很隨性的 然後你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我希望能夠輸入年齡後 第一個就輸入 輸出什麼呢 先輸入嘛 然後再判斷 然後再輸出 所以大概就是三個 輸入什麼 就是輸入年齡後 OK 它就會幫你產生一個變數 然後用一個函數叫input 幫你把資料接進來 有沒有 然後接著就是判斷 判斷什麼跟它講 判斷是否滿18歲 當然你後面序述可以 如果滿18就是成年 反之就是未成年 有沒有 所以我這邊就是滿18為成年 反之未成年 這樣就好了 不然的話要打很多 OK你就打個讓它知道 你自己也不用打很多字的這樣敘述 好就這樣而已喔 那你就把它送出 這個時候的話呢 其實它就開始寫了 那你怎麼判斷說 它寫的對還是不對喔 其實大概從它的 回應的這個敘述大概就知道了 以下是判斷年齡是否滿18歲的拍檔 對 所以它看起來應該是懂我的意思 所以如果假設它回應你的 奇怪它怎麼回應我的跟我要的 好像有個落差 那表示它聽不懂 那要怎麼聽得懂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從它回應你的這個字裡面 就是它大概可以接受的敘述方式 所以你可以跟它多互動 你就知道說它要怎麼樣它才會懂 OK 那底下的話就幫你寫出來了 那這個程式底下也有說明 他說這個應該OK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來看一下 貼到這邊 我就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一樣把它貼上 放大一下 OK 應該沒有錯了 H等於這個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應該 OK 輸入15歲 Enter 你未成年 輸入20 不過它沒有回圈 所以變成你第二次執行 還要再按一個執行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20 你以成年 當然你說老師 我不要以什麼位 那你以的話就是不用 就是成年就好了 OK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未成年 這樣也OK了 反正這個程式你可以 自己再去做個修改 不過今天好像它的回應好像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有的時候它會寫DF 它會怎麼講 它敘述的方式 會有時候會加 就是加DF 我這邊給它加一個DF好了 用寫成DF DF就是函數的寫法 用… 後面跟它講一下 用DF 可以修改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重新幫你撰寫 其實我之前問它的問題 它都會用DF寫 而不是沒有DF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假設希望它用DF寫 那幾種做法 就是你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問題的前方有沒有 會有一個叫編輯訊息的 你可以在這個問題當中 重新編輯你的問題 比如說你少了什麼 或多了什麼 你可以去前面的筆 但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沒有登錄的話 沒有這支筆 OK 所以你要登錄才有這支筆 OK 然後我假設希望讓它改成 Function的寫法的話 非常簡單 幫我加上DF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來看看 那你會發現 它就寫成DF的寫法 有沒有 就是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話就是說 我輸入什麼年齡 它會直接把它丟到這個Function裡面 跑完之後 再一個Return 有沒有發現這邊一個關鍵字叫Return Return的話就是返還什麼結果 所以意思主要的執行都是靠DF裡面 OK 不過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先知道就好了 目前到底這個DF是什麼東西 你如果不知道暫時沒有關係 甚至假設你將來的問題裡面 它有出現DF的話 你不要讓它不要有DF的話 你甚至在底下可以再給它一個訊息 就是不要DF 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就這樣 如果它給你DF你又不要了 你就給它不要DF 它又重新再幫你再產生一個不要DF的結果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有XV真好 因為它隨時好像一個仆人 我不要這樣寫 我要這樣寫 你就一直改 可是以前工程師 我跟你講你就要改一次他就快要翻臉了 你改第二次 他就我想他應該就不想做了 對 那如果你換別家軟體公司 就是人家跟你收錢的 怎麼可以隨便改程式 我們合約不是都寫好了 但是確實不會 你怎麼改沒關係 所以有同學很厲害 他很複雜的程式 我說你怎麼寫出來 沒有啊 老師我就一直貼 他錯我就一直貼一直貼 貼到最後就對了 對了就好了 我說那你知道怎麼樣好 他說不重要 對了就好了 對耶 我後來發現誰管你程式寫什麼 對不對 對了就好啊 也是啦 但是這樣好像還是有一點 對於我們這種希望求真 有沒有求實的這種 一定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說真的人幹嘛那麼認真 後來想一想人還是不要太認真 認真的人就輸了 不過這也不對啦 寫程式剛開始不要太認真 之後再認真好了 不然的話你一下就太認真 那你會沒辦法繼續 OK 畫面最後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因為開個頭了 我們原則上大概就是 會今天的進度到這裡 然後下一次從這邊開始 就是邏輯判斷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回圈了 所以回去有時間 你就自己先預習一下 因為後面真的難度會突然會增加很多 OK 好 那今天先到這裡 對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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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